今天我要和大家說一下銀牌歷史 於斜柱集中研在頭期間設計 途中頭像為英王佐治六世 用了重光後發行的第一套郵票 加上一句對戀奉鳥復興、漢英聲平 最後特別銀牌也用上這個設計 銀牌盾的意義就是過繼後世 永至不亡淪陷的慘痛日子 希望1945年重光後的香港 好像鳳凰那樣打不死 香港重光之後 足夠重新設計銀牌獎座 銀牌是一塊盾螢幕牌 上面正中有一面銀盾 每一個冠軍一個小盾 再看看我兩位老公林柱基和林欣許 現在拿著的銀牌盾 左右各有彩得刑的銀片 刻著各年的冠軍 這一塊就是現在用的銀牌盾 有人就這樣分析銀牌聖誕賽期的原因 因為為期18天的香港保衛戰 於12月25日戰敗 香港總督楊武奇著事宣布無條件投降 展開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戰時期 為紀念香港重光 加上鳳凰銀盾的意義 所以高級組銀牌定在聖誕廳 二戰前 香港未有正式的足球比賽 因為當時足球活動已有儀賽形式進行 只有英國軍人參與 當時港會希望搞一個較有規模的賽事 給大眾參與 於是就舉辦了第一屆 亦是亞洲第一項的正式錦標賽 香港足球挑戰盃 香港足球挑戰盃 這篇新聞就是 1895年11月12日 在港會場踢第一回合的香港足球挑戰盃 由35 company對E company的賽事預告 這些都是早期由軍人組成的球隊 所以名字比較特別 而第一屆挑戰盃決賽 是196年3月7日 九龍會和山多倫藍隊在快活局港會場踢 最後九龍會3比0贏了 挑戰盃採用淘汰制 有17隊球隊參加 港會 當年清白銀牌的九龍會 而九龍會是由一些歐洲工程師組成的球隊 等英國人主導的團隊參與 後來世界大戰爆發 軍人參戰 令香港足球比賽畫上短暫的句號 雖然銀牌經過幾年的暫停 但不代表香港足球沒落 反而復辦之後更搞得有聲有聲 足種成立 推動香港足球發展 隨後 南華、東方、政宮等加入 球圈平民化 南華又在銀牌上創造華人球隊的傳奇 不過現在降了班 當年就造低了歐洲老九龍會 成為銀牌競女 又有越來越多的杯賽出現 造就了香港足球史上最輝煌的時代 香港有規模的球賽 起源於銀牌 之後更有聯賽 足種杯出現 時至今日122年過去 而高級組銀牌也是香港重要的賽事之一 見證也代表著香港足球的發展 銀牌是一場很有意義的比賽和香港足球的先驅 香港不自得超聯 還有很多有意義和利史價值的杯賽 所以大家一定要入場看 就回正題 挑戰杯只在1995年搞了一屆 被名為HKFChallenge Ship 特別銀牌賽 直至1922年 足種才正式接辦特別銀牌賽 並同時將賽事劃分為高級組和初級組 分別由甲級球會和低組別球會各組 之後銀牌賽以贊助相冠名 就不再用特別這兩個字 改為高級組銀牌賽 就好像09-15年用康布做贊助 所以就叫做康布高級銀牌賽 而今年就沒有贊助 所以沒有冠名 就這樣叫做高級組銀牌賽 上面這幾個獎牌就是當年銀牌用的 相比起現在金色的獎牌 以前的獎牌真的有感覺很多 這就是我的表演結束 謝謝